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落入21世纪的听众所喜爱 歌手打节拍 粉丝变歌手 最近500优火了 他的火爆并不是靠煽情 博眼球来吸引流量的 500这个名字已经带来了流量 他的出现就已经让粉丝们兴奋不已 500音乐会上出现奇特的出现 更是奇迹 有时500还没开始唱歌 台下的歌迷就已经齐声唱出了第一句 500弹吉他前准备的表情抓住了歌迷的热情 脸上绽放出笑声 这部 500最近在郑州举行的演唱会也吸引了大批粉丝 歌迷比500还早到达 尽早体验这场音乐庆典 演唱会正式开始前 座位上的歌迷就已经开始自发唱歌 当500准备展现自己迷人的嗓音时 台下的歌迷已经唱出了第一句 引得500哈哈大笑 他别无选择 只能跟随他的粉丝和朋友 看来这场音乐会是他的歌迷为500举办的 有网友调侃 别人的歌迷花钱请歌手唱歌 但对500来说更好 粉丝们付费唱歌给500听 也有网友调侃500挣钱那么多 连唱歌都不用了 演唱会完全靠歌迷来营造气氛 有网友调侃称 不必质疑500是否假唱 因为他根本不唱歌 这也体现了500音乐会的独特魅力和歌迷对500的热情 为什么时隔这么久 500仍然受到粉丝的欢迎 500到底有什么魔力 让粉丝们如此兴奋 500歌曲究竟有何魅力 让粉丝们跟着唱500 事实上 500本人也表达了他的困惑 在这次演唱会中 他还大胆地问歌迷 你们都是25岁的朋友 为什么听他的歌 你怎么能 他甚至说 当他写这些歌时 他的歌迷和朋友还没有出声 500的音乐会确实吸引了几代人 现在500面对这么多年轻人的喜爱 显得很迷茫 他还说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来听他的演唱会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如此痛苦 其实最重要的是 500的歌曲能够打动人心 他的歌并不难唱 只要你听几遍 他的歌就会吸引你 当500唱起这首歌时 他真挚的情感表达已经打动了听众粉丝的心 让他的粉丝为之疯狂 现代生活面临着如此多的烦恼 压力增大后 年轻人需要一个平台来放松 释放 感受生活应有的快乐 500演唱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可以让歌迷真正感受到欢乐 500还表示 自己并不是要撼动这个行业 但能让粉丝开心 舒服就足够了 但粉丝朋友们的热情早已超出了500的想象 当音乐会宣布结束时 500说 结束了 回家吧 然而人群中的粉丝却不肯离开 仿佛派对才刚刚开始 还没来得及尽兴就结束了 演唱会结束后 歌迷朋友们继续高声唱500歌曲 以表达不舍 离席时唱歌 初战时唱歌 等车时唱歌 歌迷的疯狂行为足以可见500的影响力 歌曲独特的魅力 500 本名无君临 1968年1月14日出生于台湾省嘉义县的一个小村庄 1990年 康发特斯凭借首张单曲《小人国》正式进军歌坛 1992年 China Blue乐队成立 康发特斯担任主唱监吉他手 该乐队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台湾的摇滚热潮 从那时起 这股热潮便一发不可收拾 他不仅在台湾受到听众家族的喜爱 在大陆也同浪受欢迎 500的创作风格虽然旋律简单 但歌词内涵丰富 言语真诚 伴随着他独特的简单直爽的性格 一些网友称呼他为微乌之王 摇滚诗人等称号 1996年 500推出专辑《爱情》的尽头 其中 瞻辑的单曲《挪威的森林》 已经推出立即红遍大江南北 直到今天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仍能反复吟唱这首歌曲 足以体现500歌曲的独特魅力 音乐 无论来自哪个时代 好的音乐总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 历久迷心 当旋律和歌词结合在一起时 就能触动我们的心灵 有时我们不知道歌词的下一句 但我们能做的就是哼几句 这就是音乐的魔力 音乐可以讲述生活的酸甜苦辣 表达人们的感情 展现生活与情感的联系 作为歌手的特长 歌手总是通过演唱会来回馈热爱他的歌迷 为歌迷营造了一种音乐互动的氛围 听众一大群人齐声唱歌 这确实是一个音乐节 音乐会开幕代表 与500演唱会的成功相比 一些歌手的演唱会并没有受到歌迷的好评 甚至陷入冷漠 演唱会的气氛和场面非常尴尬 错上了歌迷朋友的兴趣 五月天的演唱会一度冷场 五月天也是一支风靡全国的摇鬼乐队 他们凭借出色的歌声吸引了大批粉丝 但为什么唱歌时还是会出现尴尬的场面呢 原因是五月天在演唱会期间邀请嘉宾帮忙 其中 鸟巢演唱会的最后一场演唱会 五月天邀请华晨宇作为嘉宾 增加了他们演唱会的人气 但自从华晨宇上台后 粉丝朋友们就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 整个演唱会的气氛从热情洋溢变成了现在的尴尬冰冷 甚至有粉丝喊话 我们不要华晨宇 我们要五月天 五月天本想通过与华晨宇的合作来拉近与粉丝的距离 却没想到这会让粉丝感到疏远和不满 尽管五月天在演唱会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但仍然没有改变演唱会沉闷 尴尬的气氛 除了五月天之外 曾经风头正紧的汪峰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要知道 汪峰是第一个在鸟巢开演唱会的歌手 同时 他也是内地首位票房收入过一元的歌手 如今 我也遇到了演唱会遇冷的情况 有网友称 汪峰在洛阳新区体育场开演唱会时遭到冷漠 演唱会开始前 演唱会现场只有寥寥几人 据网友透露 当时该体育场可容纳4.5万人 但最终演唱会门票只售出几千张 甚至有网友表示 当地很多商家和单位都有免费门票 汪峰洛阳演唱会一度人气下滑 因为只售出几千张票 现场十分空荡荡 最后十分钟甚至免费发放门票 如果演唱会气氛好 就没有必要免费带观众来烘托气氛 与此同时 听众的朋友们一度对歌手和杨坤的演唱会感到不满 8月 杨坤在澳门举办巡回演唱会 演唱会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 但后来却在演唱会气氛中造成了极其尴尬的一幕 随着演唱会进行到无所谓演出 观众朋友们的心情突然发生了变化 纷纷喊着要赔偿 场面气氛十分尴尬 气氛一时冷了下来 杨坤也表示很难过 无法再让演唱会的气氛保持在正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仅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